此时的家康正在到处拉拢哥大明和将领 第一位与之接洽的 便是九州萨摩岛晋家家主岛晋一红 当时已经替发入道 法号维心斋 出牙收买了为家康效命的人者赤耳 将两人的谈话听了个干净 为了防止家康继续跟哥大明结交 左近建议立即实行太阁的一命 让风尘秀赖移居到大阪城 这样诸位大明和家臣 也要跟随一起前往定居 而家康因为同样要遵守一命 在福建处理政务 所以就能有效的把他和大明们分开了 于是乎家康又被摆了一道 曾桑拿的时候 他貌似对服侍自己的女人者舍白 非常的看重 将他纳为策士并取名阿查 似乎是在影射历史上 一直为家康出谋划策的阿查局 三城这边也对年轻可爱的初衙产生了感情 直接追上去表白 誓言在大业成功之后 会带着初衙远走高飞 由此可见 在用人的方法上 三城与家康也是各有不同 只不过此行初衙遭遇不测 他先是到月前 给三城好友大鼓吉祭送去口信 此时的大鼓 已经因为身患麻风病 而几乎双目失明 腿脚也很不利索了 随后初衙便在回大阪的途中 遭到了人者的埋伏 而动手的人正是赤耳 他为了自保 选择出卖初衙 1599年旧历润三月初三 大佬前天立家病逝 家康与三城之间 再也没有了调停者 风尘七将如今没了党 准备再次对三城府邸发动袭击 由于平日里三城没啥朋友 所以寡不敌众 独目难知 左近建议三城放弃武奉行职责 归隐本领左河山城 以退为进 三城答应 但是临走之前 他要见一个同样敢于直面 反抗家康的人 此人正是五大佬之一上山警圣家佬重臣 直将监旭 两位好友激烈的讨论着 接下来的每一步战略部署 然而监旭却发现了在一旁偷听的忍者 此人正是赤耳 原来他竟然跟监旭相识 当场便投诚保命 监旭也似乎信得过他 对三城说 以后将让赤耳作为自己的信使 只不过三城还不知道 自己心爱的初衙就是被他所害 左近正在跟同僚们商量 如何保护三城逃回本领地 但是呢 七将在周围严密布阵 回左河山城的路非常凶险 此时三城走了过来 他反问左近 如果这个时候自己死了 最头疼的人会是谁 左近回答是加康 那么这里呢 咱们着重分析一下 我认为啊 此处是全影片第一次比较明确的表达了导演观点的地方 从对话来看 三城和左近都认为 加康此时不愿意三城死 那么既然两人是水火不容的死对头 为何会如此呢 答案只有一个 那就是加康啊 需要三城发动一场大战 进而一举消灭所有反对德纯家的势力 以坐稳天下 这样是最省事 最效率 也是最为彻底的路子 如果三城现在死了 那么可以想象啊 几乎没人会正面跟加康对着干 大家只会表面顺从 背地里自己搞小动作 加康呢 就要费尽巴厉的一个个去收拾 依照他当时的年纪啊 就算对自己的寿命再这么自信 他也不会去选择这条路的 由三城挑起大战 不仅能将对方一网打尽 还不用找起兵的借口 多好啊 但是反过来说 既然三城知道加康的想法 为何还要着急发起战争呢 按常理应该顺势而为 德成家以后一家独大 几乎是既定事实 跟他死磕 反而顺了他的心意 不如表面缓和关系 就这么耗着 反正自己年轻 肯定能耗死他 等老龟死了 就算德成家已经做大 自己还有大把的时间 可以做很多事情 按照影片中的描述呢 我觉得有这么两点 一是想保封臣家 影片中的三城 是非常忠于猴子的 他之所以恨加康 也是因为加康 一直寄予封臣家的权利 如果继续放任加康做大 那么不久之后 封臣家很可能将不复存在 所以要趁早发动战争 尝试将加康击败 第二点 为了自己心中的大义 让日本不再陷入战乱 投资死后 只有加康能做到一统天下 即使三城本人 非常讨厌加康 他也愿意承认 某种程度上 他自己也心知肚明 跟加康决战胜算不大 乐观一些 最多也就是一败一败 所以呢 在很大程度上 他甘愿把自己塑造成失败者 如果一直拖下去 日本很可能又会进入战国一般的乱世 不如提前来一场大决战 解决一切问题 这两点看似矛盾 但只要实现其中任何一点 都能让三城满足 所以说呢 既然输赢都可以 那么为何不发动一场战争呢 其实这样也很符合 三城比较轴的性格特点 而他亲手设计的奇影 大一大万大吉 也就是所谓的 一人为万民 则天下大吉 其中的那个一人 指的就是三城自己 这就是他为天下万民 鞠躬尽瘁的方式 而从影片的进程上来讲 此处场景的出现 正好在全片的中间时段 相信啊 这也是导演刻意为之 顺着这个思路 三城来到福建城 家康府邸 寻求庇护 老欧归其实也在豪赌 是自己选择了三城作为对手 长久以来不断的刺激他 甚至培养他 如今要是放走三城 很可能含了 加藤清政等风尘家武将的心 导致他们放弃支持自己 而如果不放走三城 自己夺取天下的计划 眼看就要实现 也没有时间另择他人了 最终呢 家康还是出面做了和尸牢 并且巧妙的化解了 清政等人心中的怨气 反而让他们更加钦佩自己 其实从这一刻开始 三城必败无遗了 1600年 近江国琵琶湖的北边 大难不死的初衙 被抓走当了奴隶 而琵琶湖南边的左河山城 同样大难不死的三城 已经进入全面战备状态 他拉上了五大佬之一的 西国牟礼会员 做西军总盟主 在当年就立7月18日 趁家康东征惠金上山家之际 在几内地区起兵 大满城中朱大明的家眷 很快就成为了三城手上的人质 其中 大明西川中兴的妻子 西川加罗舍 因反抗而玉石俱焚 小岛川秀丘 本身更偏向于家康 但是此事却加入了西军 这样他产生了犹豫 于是就来见自己的姑姑宁宁 寻求一些建议 结果却发现宁宁的养女阿陈 竟然是三城的三女儿 这一点也是符合史实的 影片引出这个设定 进一步的说明 三城认为自己很可能输掉战争 所以将孩子送给宁宁 以作保护 而历史上的陈姬 也一直活到了江湖时代 嫁给了红前番二代番主 金青系梅做测试 西军虽然先发制人 但是内部一点也不团结 纷纷打热自己的小算盘 这样三城非常苦恼 家康已经在归来的路上 双方预计会在美农国官员地区进行决战 三城与左近来到战场提前考察 这便是电影开头的场景 当年就历九月十四 德川家康引大军 着阵美农国赤板地区 西军士气因此受到动摇 为了安稳军心 导左近率领人马 与杭瀡川埋伏东军中村衣戎和游马峰氏所部 逃取敌军四十名 中村家的家老也一色驻翼战死 这场官员核战的前哨战 以西军的胜利告终 在夜里的军役上 岛金家家主岛金一红 建议对家康本镇进行夜袭 不过却遭到了左近的极力反对 取笑岛金家的夜袭乃是乡下人的伎俩 而三城也似乎支持自己的进城 决定放弃大渊城 前往官员部阵与东军正面决战 不过是否三城也像当时 家康放走自己一样 他也不能让家康就这样稀里糊涂的被干掉呢 历史上岛金家提出夜袭 家康本镇是一则异化 并没有确实的史料能佐证 大顾机器提醒三城 要预防小岛川秀秋叛变 三城则表示不用担心 都这个时候了 反正他也被拉下水 不过在跟好友道别之后 他还是来到了秀秋这里 向秀秋许下众诺 声称在胜利之后会推举他做官白 自己则辞官归乡游离天下 并且以孟子的人意寻寻善用 因为他知道啊 秀秋也是个心怀仁义之人 之前他拜托三城尽力挽救 封臣秀次的女眷就是证明 秀秋呢似乎是被打动了 独自敲起了太古 9月15日 东西两军陆续在官员地区布阵完毕 西军此时的总命力在8万以上 东军的命力在7万4千到10万4千之间 双方可以说平分秋色 三城率本镇驻扎替北山 而家康的本镇 正好在当年大海人皇子的决胜之地 陶佩山 人们都在严阵以待 等着第一枪的打响 这场决定日本未来的战争 马上就要开始了 岛丁家因为在军役上遭到了嘲笑 所以决定不停从三城指挥 在战场按兵不动 东军这边呢 先锋大将是号称驻武者的辅导政责 但是家康重臣景一执政却提醒 如果决定天下归属的战役 是由德川家以外的人发起进攻 那么会很难扶重的 可是临阵换将又不是说换就换 先锋之功谁都想要 于是家康便提醒执政 你何不带着自己初次上阵的女婿松平中级 去观摩观摩战场呢 执政心领神会 领着中级拍马而去 到了前线上 直接用火枪向西军部队射击 辅导政则一看先锋被抢了 立即扑向对面 于喜得秀家所步 西军部队予以还击 官员之战就这样戏剧性的开打 战事非常的激烈 倒躲进一马当先 在乱军中肆意冲杀 据说很多东军士兵在战后 想起他都会吼怕 东军的黑连长征都看在了眼里 准备找机会干掉这位敌方大将 双方的母一众纷纷出动 捉对厮杀 大鼓唧唧被士兵抬着 一边大声吼叫一边作战 西军打得很顽强 甚至占据了一些上风 此时如果在观望的其他友军加入战斗 一举拿下胜利不在话下 三成命令给小左转秀丘发出信号 让他赶紧出兵作战 倒躲进非常的勇猛 近乎杀红了眼 但却忽略了旁边的冷枪 被黑田长征麾下 坚政力所率领的铁炮队击中 这里在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 一是说倒躲进扶伤之后不治而亡 也有说过了一会儿 他有重返战场 最终战死的 影片里似乎是采用了后一种观点 加康看战事有些捉急 非常的焦躁 他质问小左转秀丘为何还不倒戈 为此阿查亲自去催促 三成这边则穿过战线 去请求倒金家加入战斗 可是对方声称 倒金家部队不满千人 不能左右大局 三成知道 这是他们还在赌气 所以失望的离开了 而小左转这里则成了东西两家的聚焦点 他手上可是有一万五千人马 能立即左右战士的 也就只有他了 后边毛里家的几万人都是摆设 要不是在吃饭 要不是在喝茶 去请他们更不现实 加康此时似乎恢复了冷静 在摆弄一个冒眼镜 他跟阿查说 这是一艘遇难的荷兰商船带来的 这艘船便是在1600年就历3月16日 漂流到九州旧处的伊拉斯末号 上面的领航员英国人卫廉亚当斯 成为了加康的座上宾 也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位白人武士 取名三浦安真 相传官员战场上 加康使用了从伊拉斯末号搬下来的大炮 给了西军很大的震慑 说话间 忍者赤而出手刺杀 阿查立即扑上去抱住他 并且大喊让加康连着自己一起刺死 加康毫不犹豫 手起刀落 阿查就这么下线了 不过历史上 阿查局一直活到了江湖时代 就在西军将士们奋力杀敌的时候 一声天雷般的巨响在三城本镇响起 看来来自荷兰的神秘力量奏效了 西军的士气遭到挫败 三城亲自上阵 手拿强弩 连续击毙数名敌兵 以鼓舞军心 导左近的儿子导信胜 来到小岛川本镇请求支援 结果却遇上了阻拦 两边厮杀在一起 信胜拖着重伤的身体 走到小岛川秀秋面前 请他出兵作战 秀秋大喊着 与三城共进退 似乎终于做出了决定 要站在三城这边 可是柳生五郎右卫门 却突然上前将信胜砍杀 然后请求秀秋改变心意 注意啊 五郎右卫门杀的可是自己的老乡时 之前信胜和他母亲是寄宿在柳生家的 而且柳生家和岛家也是世交 虽说各位其主 但这里也表现出了战争的残酷 旁边的另一位小短川家家臣 则直接假传军令 大声呼喊要讨伐西军 就这样呢 秀秋被迫倒戈 战场形势立即逆转 西军如催枯拉朽般败退 一切已称定局 历史上的小短川秀秋呢 其实并没有这么多心理活动 早先啊 他就很明确的站在贾康一边了 后来之所以加入西军 可能是当时的权宜之计 甚至有史料能证明呢 他们开打前就在策划战场叛变的事情 贾康甚至派人到秀秋身边进行监督 而秀秋本人呢 最多也就在官员战场上观望了一下 就下山对西军发起进攻了 得知此事的三成仰天长孝 愤恨不已 大谷基地由于提早就对秀秋有防备 所以在面对小岛川步的倒戈时 进行了有效的抵抗 仅凭几百人就数次击退了对方的进攻 但是最终寡不敌众 在战场上切服而死 与大谷一同奋战的西军将领 平种为广 战此前留下词事句 为名誉 不惜舍命 服侍中无常 当大谷读过此句之后 非常感慨 为了回应战友 他也留下了词事句 定契约六道之巷 先行又何妨 三成火急火燎的跑到后方营地 他劝倒左近的妻子 带着次子倒有胜逃离 算是给左近留下点血脉 历史上 倒左近的政士名叫茶茶 跟电点同名 影片中则称他为花野 应该是为了有所区分 此时 家康高兴的屁股都开花了 他命令本镇士兵大喊口号 这种战场仪式叫做哄 根据喊叫的声调和长短不同 可以区分开战与胜利之别 这里家康他们喊的就是开战的哄 三成听到之后也明白 这是老乌龟在暗讽自己 那意思 我才刚开打 你们西军就败了 左近劝三成赶紧逃命 而他自己决定留下 要把自己的正义贯彻到底 虽然整个战事已经接近尾声 但是倒进家却在这个时候来了近 被西军溃败所牵类 原本按兵不动的他们也损失惨重 千人的队伍只剩下三百人 家主岛金一红 下令在东军近十万人的包围下撤退 此战岛金家采用舍歼战术 每当有敌兵追上来 就让一小部分士兵留下来拼死殿后拖延 然后换取大部分人的逃离 就这样啊 在德川家大将景一执政和本舵中盛的追击下 岛金家成功从战场突围 重伤景一执政和家康四子松平终极 他们俩呢就是因为这次受伤 没几年就相继去世了 而岛金一红的侄子岛金风牛也被逃取 最终活着逃回萨摩的岛金家成员只有八十人 但是此举也让天下人认清了岛金家的强悍 称呼这次突围为岛金之退口 战后三城逃往一锤山 被当地的百姓救助 然而很快啊 家康的人就查到了他的踪迹 三城为了不让救助自己的百姓搭上性命 决定自首 面对昔日的一个个敌人 有对三城拳打脚踢的 也有向他表示遗憾的 在见到小岛川秀秋的时候 秀秋哭诉着自己是怎么被家康一步步操控 架空 以至于被迫失去了自己心中的大意 他请求三城原谅自己 而三城只是笑着回答 谁不想能活得长一点呢 连他自己也是 之所以一直拖着不自杀 无非是心里还念着失踪许久的心向人出牙而已 大家都一样 都有私心 在三城与家康的最后一次会面中 两人都是相对无言 也许就像我们刚才分析的一样 两人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心照不宣 既然一切都是按照计划进行的 那又何必浪费口舌呢 三城即将与小夕营长和安国寺慧琼 一起在京都六条河园斩首 押送路上 望着前方赶路的一位女子 摘下斗笠才发现正是出牙 出牙只是冲着三城 默默的念着大一大万大吉 这表明呢 出牙是理解三城的 他知道三城没有输 他不是失败者 他最终实现了心中的大义和理想 最后整个日本将在德传家的统治下 迎来常有的和平 三城心领神会 冲着出牙微微一笑 终于来到刑场 自己的生命将迎来终结 三城坚定的自言自语道 这一便是我的正义 全篇完 好的 今天的电影呢 我们就欣赏到这里 剩下的一些观感和想法 我们可以一起在评论区讨论 如果喜欢 欢迎订阅 点赞 分享 下次再见 拜拜